大家好,我是Den 突然的十九季发言 让台上的新郎新娘不知所措 以答应害羞的用手捧花摘脸 以曾以则是向前辈行礼后擦了擦头上的冷汗 而这段发言在韩国论团引起了争议 通常在婚礼上 大家对于像那样的笑话都会笑笑而过吗 是我参加婚礼的次数叫手吗 我怎么记忆中没有听过这样的致辞 这又不是在只有家人们的聚会开玩笑 在男女老说都在的婚礼能说那样的话吗 就不能说多上儿子女儿吗 是喝了一杯吗 对从小看到大的新娘能说那种话吗 两方的父母亲戚孩子们都在 怎么能这样 但是也有这样的反应 知晒管闲事跟他家的争议无关 这只是前辈为了祝福说的话 一定要这样反应吗 当事人跟来宾都笑着当成是祝福 第三者这样指责感觉真的很不好 所以如果是在大家的婚礼 主婚人开了这种十九斤玩笑的话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M.NET版的Cutbit真的要出现了 4月10号根据M.NET表示 Kindom的新系列 Kindom Project将在6月首播 Kindom Project是将目前活跃活动的女团成员或女艺人 像拼图一样组成限定女团的节目 这就像是由SM的女团成员组成的Cutbit一样 顶级女爱豆门的复仇者联盟组合一样 只是多加上了生存游戏的概念 而跟之前Kindom系列不一样的是 Kindom Project不是以团体而是以个人参加 参赛的女艺人们将进行表演对决 争夺限定女团最终成员的席位 制作组表示 观众可以看到每次以新的组合形式组成的女团表演 女团成员女艺人们也会尝试从未尝试过的风格来挑战自己 参加Kindom Project的女艺人们名单将在5月公开 现女团女团出身个人歌手应该都会出演吧 拜托我家爱豆不要参加 这个如果被选为限定女团的话 又会被骂说疏忽了原组合吧 等阵容公开的话 大家又会开始骂 然后等节目播放的话 大家的反应又会很好吧 咳咳咳 所以对于NF版的Gattbit Kindom Project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超大最后一温度跟着你 这里面是好 我给你看着真正错误了 你了解人的反应 我可以玩 聊天 看看